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这是海绵 原来地毯下面是这样子的 有这么一层海绵 现在呢 它用这个强力双面胶 粘上一块木头 之后呢 我们看它怎么操作 先把强力胶撕下来 粘在这块木头上面 然后把这一层撕掉 之后呢 它就要拿到地板上面 和原来的地板站在一起 这样子悄悄打打 原来的地板就取下来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取下来呢 是因为为了等一下更好斜肩 新的地板 现在的强化木地板 连接多半以平扣技术 采用的是窝凸结构进行地板连接 这样子才能会更加有效的缩小 地板以地板之间的缝隙 也可以增加地板的美观度 现在呢 我们就把最后一块强化木地板拆下来了 除了地板本身的质量以外呢 装地板的技术也是地板寿命长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要把原来装在地板下面的这个强力胶 给它清除干净 很硬的 不容易清出 我老公是用错刀一点一点的慢慢的 给它清除干净的 现在呢 用吸尘器 把刚才敲打下来的那些强力胶 给它清除干净以保证地板 下面一点点工程垃圾都没有 铺上白色的胶布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工作了 这是从Home Depot买回来的 我看翻译是说隔音器 不过我自己认为啊 这应该是铺在下面以保证地板隔音反潮的作用 这会儿我们给它很平整的铺在地面上 也就是在强化木地板的下面 专业人士总会说 三分地板气氛安装 由此可见 安装地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现在这个隔音地板装好了 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要铺上强化木地板了 我们装的第一块木地板呢 正好溢到房子里面的一个拐角 所以现在老公给它 把这个拐角量好尺寸 画出来 准备拿出去给它切割出来 然后再安装 我们的木头切割器是在车库里面的 看一下这面墙 如果你看过我的频道的话 一定见过我做这个攀岩墙的这个视频 现在呢我老公出来了 画好了 他要准备把这块木头 按照这个他量出来的大小长短 还有这个拐角的形状 给它切割出来 这是一个四角边的拐角 安装强化木地板的过程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切割这一块 你多切一点 或者说少切一点 安装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所以切割和2尺寸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这第一块强化木地板就已经装好了 看一下刚才切割的就是这个拐角 你看这里虽然有个缝隙 但是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拉紧 一会用强力胶拉紧一下 它就非常的完美 每一块木板呢 它都会有这种卡槽的 其实你轻轻一卡的话 它就卡进去了 现在呢我老公用这个强力胶 往这个墙边 给它靠拢 这样子缝隙更小 它就会更加的完美 这是另外一片 它要用同样的方式 来让它一点一点的往这边靠近 现在呢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强化木地板的这个卡槽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它就剩下一点点 最后呢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用强力胶往前慢慢的推 这个锤呢不能锤的太重 也不能锤的太轻 要用非常非常适中的这个力气 看一下缝隙没有了吧 是不是很完美很光滑 我再来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些是原来工程师贴上去的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角落这里呢 因为这块木板不够长 所以呢 我们再给它补上这枚小块 也是挺完美的 这会呢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呢有一个门 这是我们进门的一个挂衣服的小衣柜 刚才我们在安装地板之前呢 就已经切割过里面的木头了 但是呢师傅好像里面还被卡着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呢我来泡杯茶 他在想办法要怎么办 所以他就又凉了一下尺寸 然后到外面把这个小电机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小电机精致吧 再切割一下 里面确实是卡着一块木头 这会儿 他拿出来了 确实是把这块木头再次切割出来 所以安装这个地板真的不是特别的容易 所以要非常的细心耐心 而且呢懂得美的欣赏 那么两个拐角最难的地方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呢就让我们很快的把所有的其他地板 全部给他钻起来 全部给他钻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送给他 Zither Harp 这整个地板的安装就基本上结束了 这是最后一个空白 我要拍下来做个纪念 我老公到外面去牵个一块长短 非常适中的木板 这是最后一块木板 再卡进去这一块 我们的工程就算结束了 整个时间花了差不多八个小时 我们两个人 这是一块卡在强化木地板上面的 连接处的一块U型卡槽 他先把多余的地毯给剪了 装上这个U型的不锈钢的卡槽 它有一个向外的卡槽 木头压板有一个向内的卡槽 一会儿一卡 它们就在一起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现在整个不锈钢的向外的卡槽 就安装好了 这一块是木板的U型卡槽 我老公对准了 看一下这门子一按 它们就扣在一块了 这是地毯和木板之间的连接处 施工结束了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和之后的对比图 看一下区别是不是非常的大 最后一道工程就是把原来我们取下来的提脚线 给它再次的安装上去 再钉上这几个钉子 整个工程就结束了 我非常的满意 整个工程花了八九个小时 但是非常的值得 因为你这样的工程 你请不到人 别人也不会来 看一下之前我们家的车库门是从这进的 进来之后 我老公站的这个地方是地毯 我如果提着菜什么的 我要往厨房走的话 我就得跳过去 现在就不用了 那朋友们 感谢您的观看 记得点赞 转发和订阅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